那我記得劉秉智老師跟胡台老師他們在去年出版的那一本論文集裡頭 就是當代物語化的多元面貌裡頭 特別提到幾個 因為這本校路不太好請大家 多幫忙 助教 還有素材取消的關係 沒有取消延期 取消 取消了 我記得在他那個導論裡頭 有提到幾個 就是一個重要的議題跟未來的方向 我想其中有一個當然 我認為是蠻重要的 關於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誠誤的條件 尤其在性別上的差異這個部分 那麼我記得 不管是葛馬蘭的研究 或者是李陋阿美祖的研究裡頭 劉秉智老師一直關心這個問題 那麼今天我想他特別再提出來 不只是 性別化的問題 而且跟 所謂的祖靈跟 受靈 這個議題又帶進來 我想我就不再用大家太多時間 我們歡迎 劉秉智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余老師 真的很不難的事情 因為平常在學界裡面 的確大家都是各做各的領域 比較少有聚集在一起來討論 那我覺得非常感謝 我這樣的一個機會 然後又很戰戰盡盡的 在這個大陣的時期 謝謝 謝謝兩位 那我回來談 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 葛瑪蘭如烏信仰中的信念建構 談女生才會得的一個 乘烏的病跟男性的受靈病 那我先自我告解一下 剛剛何老師就問我 我跟這個研討會有什麼關聯性 其實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沒有關係 可是實際上關係是非常大 我的嵌入點就是烏病跟受靈病 它其實都是一個身體的 就是一個不用 它的駒馬是不以這個語言的形式存在的 所以人們會去了解 一看到就明顯就知道了 也就了解了 它已經把那個語言的工作已經做完了 在這個背後 所以你看到你就知道怎麼action 它就是 你就可以了解它的意志是什麼 這個是它很特殊的地方 那所以在這個body 在這個身體 在這個物質性的同時 這樣的一個信仰裡面 它其實需要一個很大的媒介 那個媒介就是一個人 一個人 那就是一個巫師 那這整個 基本上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集體性 我想這個是我在這個討論裡面的一個位置 就是這樣子的 那麼通常我們會去思考怎麼樣研究原住民的宗教 因為它沒有一個像我們看的那個一個一個三大世界宗教的一個一個組織 那麼我在討論上基本上是採這個shamanism這個物研究的一個一個一個研究的理論的取向 那麼shaman我想大家都知道它是西方學的大概17世紀的時候一個丹麥的旅行家 到了西伯利亞看到這個shaman這個sama 我們比較熟悉的是這個北方的sama 那其實一直到現在特別是20世紀 就在社會學界跟這個人類學的討論裡面 其實一直到現在它其實已經形成了一個特殊的一個分析的概念 那特別是美國人類學者用的非常的廣泛 那麼也普遍的被用在這個跨文化的研究當中 譬如說李懿倫老師他直接當地就扮成shaman 那這個進一步的討論我在剛剛那本物文化的裡面 是不是合適把這個shaman的直接運用到台灣的民間線 那我在那個導論裡面有特別去討論 那今天因為不是主題所以我就不特別去討論 我只是舉個架橋的一個例子 那麼我為什麼用shamanism的這個理論的取向 並不是因為shaman這個字或是這個turn 換成一個巫師 巫或者換成一個gavan的話 來這麼單純來去看它 其實就是在反思這個西方學界裡面 對於這個社會事實這個宗教社會事實提出來的看法 還有它的理論的背後跟意識形態的這些假設 那麼他們在這個理論裡面提出要解決的問題 還有提出的問題是什麼 這個才是我今天最主要的一個主軸 那麼我們都知道在85年代之後 這個巫師上滿的這個性別的問題 其實是這個理論裡面最主要一個關注的議題 那麼在這個學術思潮裡面 他特別去談到一個巫師的性別差異的問題 譬如說他們認為就是一個從西伯利亞北方 內蒙古、蒙古的這些甚至是北極圈這些 北方社會裡面它最主要的經濟型態是狩獵 所以是男性主導 那麼在這些巫師的儀式裡面 通常都是以獲取這個獵物為主 所以它的助手神都是一些動物的神 像鷹、熊、鹿 那麼女孩子其實非常的邊緣 她專門做一些治病儀式或者是幫忙占卜 那麼跟這些自然生命比較沒有關係 都是跟死亡的祖先比較有關係 或是死掉的人 那麼這個是建基在這個性別差異的 很重要的一個理論的基礎 那麼同時有另外一個很 另外一個理論來解釋就是今天比較相關 是在象徵理論的討論上面 那麼他們就進一步去看 在這些巫師的儀式裡面 大部分都是這個巫師很英勇的 去夜殺這個惡靈、不好的神靈 那其實跟他們擁有武器打獵 其實是在一起的 或者是說自病的時候 他們會從這個身體裡面 把那個驅趕走 把不好的東西驅趕走 所以其實在這整個象徵跟男性的 這個意識形態上面 是用這個男性的獵殺 這件事情殺、死亡、驅趕的一個價值為主 那麼他們覺得這個跟女孩子的 月經的血、生育的這個範疇 在象徵上是沒有辦法相容的 所以女孩子不會有一個重要的地位 因為男性的價值優先 那麼男性的價值會緩緩女孩子的這樣的一個價值 那這樣的一個思潮到了2000年之後 其實受到非常多的批評 因為人們開始想說 因為北方都是夫妻社會 所以女孩子從來沒有 大家沒有特別去注意過她 她到底做什麼事情 那麼在裡面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或者是說這樣子的討論其實有太過機械化 並沒有真正去考量性別的問題 或是那個阿金森他就提出來 其實我們在做學術的討論的一個建構論述的一個過程 其實建構巫師本身這個範疇已經有非常大的一個高度的性別化的一個角色在裡面 那麼我今天最主要要討論的一個就是用一個田野的特殊的一個田野來回應來討論這些問題 特別是想挑台灣比較南方的一個例子 那特別是在這個葛馬蘭的社會裡面打獵跟獵頭 他其實不亞於這個北方的社會 他是一樣的重要甚至是更重要 因為人跟動物之間有一個互換的生命的價值在裡面 那他特殊的地方是他是一個母系社會權 所以我們來看看在這樣的社會裡面 他的烏信仰是不是跟北方的信仰會有什麼不一樣 那麼挑葛馬蘭做研究最主要他還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能不能當成巫師用一個光譜的概念來理解的話 那麼葛馬蘭他是在光譜的極端 也就是說他只有女孩子可以成為巫師 那麼在他旁邊 我一直在說台灣其實是一個母系社會群 在他的旁邊就是一個北男主 在日本殖民時期的時候他曾經有四到五個 在南方部落才有有這個男性的巫師 那麼阿美族在過去是男孩子女孩子一半 所以我們用這個性別的光譜把台灣原住民的 這個可以成屋的拉開來看就是非常的清楚 那麼我採了一個最極端的特殊的意義 就是這個光譜的最極端的例子裡面看 也許在那裡會特別的不一樣的明顯 那麼其實有女文這件事情 在1980年代一個當代的社會的現象 全球都有普遍這樣的情況產生 在台灣也有 那麼基本上在學界有兩種主要的解釋 第一種就是說傳統宗教邊緣化了 所以男孩子都到比較優勢的外來宗教去了 伊斯蘭教或是天主基礎宗教裡面去了 那麼女孩子才會進來這個就是宗教的領域 因為男孩子到別的地方去了 女孩子才會有位子 那麼或者是說因為殖民外來社會的影響 衝擊打擊或者是對我們也很常聽到 就是因為經濟型態的轉變 譬如說那個 伊斯蘭教授研究悲男主的時候 他最主要就是提出 因為台灣的原住民從打獵的狩獵社會 改變到農耕社會 所以無私才會變成女性 用這種比較經濟決定論的方式來解釋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完全用這兩個現象 來理解解案的情況 所以我的討論跟我的貢獻 我覺得切入點是在於 我覺得這個重要的地方 並不是在這個經濟生產 或者是整個社會主要的結構 而是在於在這個特殊的社會裡面 他的無私跟性別的範疇化 他怎樣變成一個範疇 跟性別這件事情怎麼被概念化 符號化、象徵化 直接他的觀念性必須要被解構 因為那個才是key point 問題的癥結是在這裡 那麼我們可能經濟型態改變了 但是我們的意識型態完全沒有改變 這是非常有可能 那麼我怎麼來看這個 這個無私養這件事情 我把它視為是一個 用含特殊的人跟世界關係的在線 那麼人跟世界 包括另外一個世界 靈的世界 自然環境的世界 還有人跟人 其他人 這個社會世界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麼我講定 人跟神明之間有一個很大的關聯性 那麼在這個中間有一個媒介者 那就是一個無私扮演一個非常中間的角色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女性的特質價值 跟重點 象徵在線 跟這個thumanism連在一起 那麼我分析最主要的主軸就是說 這個社會裡面很特殊 就是男的會生什麼病 女的會生什麼病 說他會有一個性別的所謂的範疇化 所以我就從這個範疇化的key point來切入 那麼看這兩種不同的病裡面 他展示出人跟神是怎麼樣不同的關係 那麼透過這樣的關係的不對稱的比較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無心 本身怎麼樣變成是一個性別 範疇化的一個手段 那麼一個人他的集體性 其實在於說你有一些病 你必須要透過這個medium 做過這個babi特殊的範疇 然後找到他的病因病原 然後有一個無私會給你一個 要做什麼事情的一個解決的方式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他就會出現對於這件病這件事情 會有一些說法 也就是佛寇常常在講的這個話語形狗 他會有不同的大家的論述 大家會去講這件事情 那麼這個我最主要就是研究 怎麼樣去講這些病 這些病其實就是我們理解他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相關系統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麼在這些病的論述裡面 等一下我會用實際的意思來講 他們怎麼樣去講 怎麼樣去講 怎麼樣去形塑 有一些性別差異的社會主題 男生就是這樣 女生就是這個樣子 用比較白的話來講 那在進入講之前 我們來了解一下 像那麼卡巴蘭的治病的 當代的一個社會脈絡是什麼 那卡巴蘭原來是居住在這個宜蘭平原 就是東山河跟那個南洋溪的一個一個流域 那那個18世紀的時候 烏沙進入之後 他們就逐漸往齊來庭院遷移 那麼清之後 然後日本人又來又來統治 所以其實是大概是1850年 就加利丸事件之前 他們就已經開始往整個縱谷 或整個海岸線來遷移 那麼這個我最主要的田野就是這個新社封兵 大家也許去過那個基奇海水浴場的 在過去五分鐘 這個新社把同岸這個地方 是比較聚居有這個卡巴蘭人的地方 那麼他這個村子在1960年 法國神父進來之後 整個其實大部分80%都已經是先天主教 那麼他的這整個過程裡面 他的整個認同語言跟人口 社會文化其實都面臨著很大的消失 現在只剩下1500人 能數非常非常的少 那麼這個族群開始受到重視是1987年開始 他們以巫師的這種治病的歌舞 展演到處去做正名運動 然後2002年才開始被政府 認定是一個就是台灣原住民的一族 以前就是在潘英凱老師的管下面是平土族 那現在已經變成是台灣原住民族 很重要的一隻 那我就主要今天要討論的田野是1993年 也就是我的大學時期跟我結束之後 國師的田野論文的田野 然後跟之後我到花蓮教書 2006年2009年之間的一些實際上的田野來看 那我們現在就聚焦下來看 我在95年裡面遇到兩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六歲的小女生 她生病然後就發燒 然後眼睛就看不到了 那她先去找西醫 那西醫就覺得說沒有救了 那她們就想盡所有的辦法 就找這個伊拜跟阿比兩個巫師 來幫她看看到底怎麼一回事 那麼張福的結果 就是說她是一種治不好的病 我剛才聽不懂什麼叫治不好的病 那其實治不好的病它是一個sign 它是說一個符號 它就是一個象徵就是說是女神來找她 那麼她就必須要成為一個巫師 然後才會變成她的病才會好 所以所謂治不好的病其實很有邏輯 很有含義哲學意涵 如果你治好了 你就跟神中斷了那個關係 所以這是有道理的 治不好的病就是你每次都要每年要約聘 你約聘每年還要再跟神簽約 所以我慢慢了解 那麼第二個例子 很有意思是這個17歲的季琦的女孩子 那她就一直覺得全身不舒服 沒有什麼力氣 她也去看過醫生 所以我要特別講 就是說她們不是迷信 她們都是先看過西醫 然後都沒有辦法 所以她面對處理的是西醫 沒有辦法去找個解決的問題 然後通常她們還會去尋找一個生命 意義是什麼 這個是世西沒有處理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巫師的信仰裡面 處理的是這個問題 那她這樣講的結果一樣 那麼也是就是要做這個儀式 這是巴克拉比的儀式 做這個儀式然後才會病才會所謂的好 那麼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就是我舉兩個例子 其實還有別的例子 但是就這個例子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就很有意思 為什麼只有女孩子 而且第一個就是她小奶奶 還沒有性經驗 第二個正在進入青春期的時候 才會生這種女神的病 那再來如果我們把她的整個信仰 當成一個象徵的群組的系統來看 你會發現很有意思 她的整個儀式的期間 所有參加的巫師都不能有性行為 不能跟她的伴一起睡覺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這就讓我們看到這個metaphor 後面其實在講一件事情 她就是跟人的這個繁衍 生小孩 reproduction 繁衍是相關的 那我們進一步來看 就是說那是什麼 怎麼樣的一個相關 比如說我們回來看 在她的成變成必須要做巫師這件事情 她的神話裡面很有意思喔 太神奇了 她就說這個Muzumaru的故事呢 她們大家就會講給我聽 就是說你應該知道的嘛 我們有一個Gavalan的女神 叫Muzumaru 她是天上的Yanan神 那麼以前啊 就是有一個很懶惰的 很懶惰的男人 她是人 叫做Xianal很窮 什麼都不會做 那麼女神很同情 她就下來教她 怎麼種這個路稻 怎麼開墾山林 那就將她種路稻 那個稻子慢慢長高的時候 要去除草啊 這個男人又懶惰又來啦 所以這個女神就去除草 這個懶惰呢 就把小孩子 女神就把小孩子交給她 那沒想到這個男孩子很窮啊 她就丟了那個河邊的格鬧 一種河蟹給她吃 然後這件事情重複了三次以後 就小孩子那個撿撿撿 螃蟹不是會有那個夾子 她的腸子就被撿死了 然後呢這個姆仲娃就非常的生氣 她就覺得怎麼會這樣子呢 所以她就做了一個儀式叫把頭幹 就餵養這個小孩子的死靈 然後呢還是覺得說死亡 就是跟人是要分開的 後來她一氣之下 她就到屋頂上去齁 然後呢就燒火 就到山上到天上去了齁 回到她的仙界裡面去了 那她就告訴這些格馬然說 你看吧就是這樣子死亡跟疾病就來了 那現在呢你們不要擔心 我在我是用女神的話講 我現在天上會保護你們 我教你們怎麼樣做這個 就是治病的儀式 讓你們不會有死亡 不會有這個疾病齁 所以可以看到她的 烏信仰的那個public interest 最主要是在談生病跟死亡這件事情 根本就不是什麼經濟生產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來看就是說她整個整個 剛剛講的這個神話裡面 在每年的巫師的儀式裡面呢 還有她的成屋儀式裡面 就是在上演她這整個過程齁 欣如必須要去屋頂上齁 來做這個儀式齁 就是模仿姆竹馬尚這個女神的一些作為 那麼在她的歌羊裡面也是呼喊她的名字齁 希望她可以來下來幫助他們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整體來看齁 這個儀式她其實是一個一個life giving齁 給一個生命給創造齁 就是說這個巫師她是一個女神的後代 Gabaran的後代齁 那麼她是一個傳人 那她是一個medium 她是一個代理人 那麼她是在建立一個虛擬的一個母女的關係齁 那這個關係是比較穩定的齁 那另外她有一個就是說 在儀式裡面都是用在那個就是 稻米收穫的時候齁 她會把一枚年新的米用來祭式 你知道嗎 Foot giving 然後她從屋頂下來的時候 就會一個rain calling齁 就是她就會下雨 那下雨就下在每個人的田裡面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的一個女性的這樣子 跟這個巫師女巫連結在一起 那麼她是給予生命 然後是一個延續使生命在源頭 然後包括這個自然生態的整個雨嘛 下下來整個植物的生長齁 那更重要的是 她是一個個人的一個社會 還有家的一個認同的一個磐石齁 一個基礎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另外一方面齁 對比的來看齁 就是看這個會被受領養的這個病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齁 我訪問了二十一個案例裡面 看到了我舉一個西的案例來講齁 這個阿公她就跟我 她就住院了齁 我就去看她 那她其實就是搞完腫大 那西醫說她是善氣齁 準備要開刀 但是她一直覺得心裡不安 她就叫那個門丁屋師來了齁 然後就跟她 就請她幫忙看齁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齁 那這個阿公欣 欣她就跟我說 她住院前一天去山上齁 她整個經過 然後她經過咬人貓的時候呢 她就跟這個鄰居阿尤克說 啊那個你那麼年紀大了齁 那個咬人貓會去養你的那個女孩子的 音部會腫起來 你就沒有辦法走路了 然後這個第一她就反過來說 哎呀這個阿公我們什麼都不知道齁 你的性能力才差了 高年紀一把齁齁 這個咬人貓一定會去咬你齁 然後你才會腫起來齁 然後你就走不動了 那西她大概第二天去住院真的腫起來齁齁 這時間性未免太快了齁 她自己也很驚訝 她就說啊怎麼會這樣齁 所以她就一直執意希望家人找這個巫師來齁 那這個一拜幫她診斷了結果說 欸她是被這個就是阿尤克的這個 這個有一種東西齁 叫做沙利曼咬 然後呢就會腫起來齁 那必須要舉行這個巴斯妮的儀式齁 那麼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到底什麼是巴斯妮 因為她都是無形的齁 你看不到 但是因為她透過咬腫大 她就很具體的呈現出來 你就可以看著 就是你就知道她的這個神 或是這個靈的意志 她到底要做什麼intention齁 然後我們來看齁 就是為什麼她會有這些 嗯其實我時間不夠齁 也就是說她這個這個很有意思齁 為什麼會有這個靈齁 她不只是要拜她齁 就是說你要住打獵自己要拜 甚至你拿到獵物了之後 你那個內臟要拿出來拜她 然後慢慢慢慢的你吃完了以後 把頭掛在一個地方 那麼這個久了以後呢 她會認為說那個動物被你獵殺的 那個靈魂就會住在裡面 其實跟獵頭是一樣的道理 那麼她住在裡面以後呢 會有兩個象徵功效 她就期望她去回去 再找她的青桶好友來住這裡 我有餵你東西吃嗎 好料的 那麼下次我打獵的時候就會有 因為我就會獵到你的青桶好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她既然住在裡面 你就給她放在一個樹 或是進出的地方 像這個看到的這個這個這個例子齁 那麼她就會保護 就像剛剛舉的那個西的例子齁 其實就是就是保護她的個人 男性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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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場域齁齁 那她就會腫起來齁 還會示警讓她腫起來 那今天的重點是來看 這個生這個女神這個母子馬祖的病齁齁 跟這個壽靈這個病在在線裡面齁 會有什麼樣的不對稱的關係齁齁 那麼在這個不對稱的關係 就可以看出這個這個性別上的差異在哪裡齁齁齁 那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 她在巫師的職務相關的權利 社會地位齁齁等等的不對稱 那麼我因為沒有時間 所以我講一個我覺得最大差異的地方 是在象徵在線 譬如說當特別是血象徵上的 象徵在线的不对称 比如说在宰杀猎物的时候 猎人一定会叫巫师过来 然后不只是前腿给他 就是会用这个沾斧的工具 这个藤或竹子会去沾那个血 然后大家都说 你一定要沾越多血 你那个沾斧才会灵 大家一直都这样子说 那么这个不得了 为什么女孩子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 就是说通常人家都会告诉我们 一个象征上的解释 因为男生猎杀女孩子生育 不能够混合本质上象征上对立 所以就不能去摸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 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面 他有一个很特殊的 这个象征上的不相容对立 在巫师跟猎人之间 其实是没有这样的存在 甚至是巫师的生 他强迫他含坏了这个猎人的死 这个是非常不得了 很不一样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 其实他不是一个孤立 就是说他这个象征 这个符号 他不是在这个系统里面 一个单独的例子而已 他我还可以举出非常多的例子 比如说在成屋的时候 人们会用 参加者会用那个猎物的鲜血 去投这个心 希望增强他的灵力 然后让他这个力量能够加强 那相对之下 没有时间就看那个结论 他这个对于生的力量 甚至在临近整个文化区块来看 甚至还控制了这个死亡 譬如说这个女神荣医 他会叫这个粗草的猎神 去猎取他觉得那个人 其实他的命已经到了 就是该就已经 已经结束 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他其实很特殊 他也掌控了这个死亡的权力 那么相对我们来看 男孩子很不一样 他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那个兽灵 其实基本上男性是有一点恶意跟敌意的 那么他会去攻击别人 但是他自己连跟他沟通都没有办法 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他 他甚至也不知道 这个病是不是他的兽灵咬的 还是别人的兽灵咬的 但是这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社会对于男性跟女性 其实给他一个很不一样的位置 跟社会关系 也就是说另外一点 我不需要特别强调 很有意思就是说 到80年代 女性主义一直在谈一个问题 就是私领域跟公领域的问题 我们知道北方狩猎 因为经济形态 所以一直被认为是主要的范畴 所以他是一个公的范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搞不好这样的社会里面 猎人要自己靠本事啊 能够打不到猎物 是一个私的范畴 他没有办法用这个领域去控制 整个资源分配 或是森林资源分配 这个问题 因为他是共享的 在这个社会里面 那相反的 女孩子透过这个 这个占卜去治病 然后把这个接触 好 就是等于把他的 这些健康好运啊 克服病痛死亡啊 这件事情把他公众化 所以我想最主要就是在讲 就是说 我想尝试把这样的一个 一个社会特殊的一个母系社会的民族制 把他讲得比较清楚 然后再来就希望 介乎由这样对于他的象征 所谓的系统的一个理解 能够提供一个不同于我们 纯粹用经济形态 或政治因素来理解的一个 一个新的视野 谢谢